西藩亚书第一章 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日子,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世的儿子西藩亚。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面上全然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走兽,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鳄人,我必将人从地面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余生的巴黎,并偶像祭司的明和祭司。 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启示,又指着马勒看启示的。 与那些赚取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耶和华已经预备祭武,将他所召的分别为圣。 在耶和华献祭的日子,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帮衣服的。 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鬼诈,充满他们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当那日从渔门必发出哀声,从第二城区发出哀嚎,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 马格提示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民都灭亡了,返满在银子的都被剪除。 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 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 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来得甚快。 这是耶和华日子的声音。 勇士在那里痛痛地哭号。 那日是圣路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吹脚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总的角楼。 我必使灾难临到那些人,使他们行走如同瞎子,因为他们得罪了我耶和华。 他们的血必到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 当耶和华胜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全地必被他急愤的火烧灭, 因为他要将这地的一切居民急速毁灭境界。 西凡亚书第二章 无耻的国民啊,你们要聚集,聚集一起。 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康比, 耶和华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要聚集。 地上一切遵行耶和华典章的卑微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寻求卑微,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因为加萨必知见起,雅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实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 野海之地的居民,激励提足的民啊,你们有祸了。 非历史人之地,加纳阿,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你那里无人居住。 野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洞穴和羊群的卷。 这地带必未由大家余生的人所得,他们必在其上牧放群羊。 他们在晚上必躺窝在雅实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秘眷顾他们,使他们被辱的人归毁。 我听见摩亚人的辱骂和雅门人的诽谤,就是辱骂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 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摩亚必向所多玛。 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严坑之地,永远荒废。 我百姓所余生地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下的必承受他们的地。 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辱骂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 耶和华必向他们显为可畏,因他必使地上的诸神消灭,列国中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古诗人啊,你们也必被我的刀所杀。 他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树,使泥泥微荒凉,干旱如同旷野。 群处和各类的走兽,毕躺卧在其中,醍醐和剑珠要塑在柱顶上。 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因他已使香薄木露出。 这是素来欢月安居的城,他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他现在合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 凡经过的人都必吃笑,向他摇手。 西翻雅书第三章 这悖逆,污秽,欺压得成有祸了。 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管教,不信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 他中间的首领是吼叫的狮子。 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他的身严者是虚浮诡诈的人。 他的祭司亵渎圣索,强解律法。 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不义的是,每早晨显明他的公平,从无失误,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我耶和华已经剪除列国,他们的角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诚意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 我说,你只要敬畏我,并受管教,如此,他的住处就不知照我所拟定的被除灭,只是他们从早起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败坏自己。 耶和华说,因此,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才定,要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倒在他们身上,因为,在我急奋的火中,全地必被烧灭。 那时,我必使万民改用纯洁的语言,好叫他们都呼求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是奉我。 向我祈求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女子,必从古诗河外将素迹带来给我。 当那日,你必不因所行,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那些高傲金夸的人,在我的圣山上,你必不再狂傲。 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疲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所余胜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因为他们必得操场躺卧,无人惊吓。 西安的女子啊,应当欢呼。 以色列啊,应当夸胜呼喊。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法,赶走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爷,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看紧灾祸。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手不要下垂。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 他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我必聚集那些属女,为所定的大会仇烦的人,他们担负了羞辱。 那时,我必承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瘸腿的,聚集被赶出的。 我必使他们在各地,就是在他们受羞辱之地,得称赞,有名声。 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那时我必聚集你们,因为我在你们眼前,使你们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请不吝点赞。